爱家爱生活 就会觉得很温暖 对 你已经失去自我了 就完全围着你家宝宝 然后突然转 每次我儿子吃了很多的时候 我就会很高兴 而且你知道 你这道菜真的很好 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 多吃一点紫菜牛肉 对他们来说 对他身体来说 都是很棒的 对 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一点 那是当然 那好 电视之前所有的妈妈们 今天来看看 这个全职妈妈李称 带来的美味可口的汤水 究竟是怎样的 这会带着您先去看看原料 待会儿回来 全职妈妈李称 带来的紫菜牛肉宝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紫菜 牛腱肉 香葱 地瓜粉 大蒜 和一些鸡蛋 调料是 盐 鸡精和香油 今天呢 李称要给我们带来的是 紫菜牛肉宝 他自己是说 儿子是很喜欢喝的 对 我就是很喜欢吃牛肉 就像我们家 如果吃肉类的话 我首选是牛肉 是牛肉 对 因为小孩在发育期的时候 多吃牛肉是非常好 因为它含铁质很丰富 对 它在红肉当中是排在第一的 那这会儿我们来看看李称究竟要怎么样来做这道汤水 那首先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呢 首先咱们要选那个牛腱肉 咱们做汤的时候最好选择牛腱肉 它里面没有筋 没有皮 然后切牛肉的时候 咱们不要顺着它的肉丝切 切它这边 花的这一边 好 切完了之后 下面的这个步骤也很关键 说实话 就是这个牛肉 想把它做嫩 真的很难 对 所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 首先要给它放一点 放一点盐 调味一下 我觉得李称做菜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用到的原料都特别的少 就能碱则碱 能少则少 就只是你看调料就是盐鸡精 然后呢 还要用一点鸡蛋清 这个鸡蛋清 它就是很嫩滑 会帮助牛肉变得很嫩滑 其实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嘉宾 有时候他们也会用这个淀粉 功效一样吗 就是都会让它很嫩吗 对 我也会用到淀粉 但是 就是说这两种都可以选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是选了淡青 好 放完淡青之后 咱们放一些地瓜粉 这样子就会让它更嫩滑 对 嫩嫩滑滑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 有的朋友可能在腌肉片的时候 有时候放了淡青 有时候是放了淀粉 但是如果你是做牛肉的话 最好这两样都放进去 这拌好了 就放在这边备用 这样的腌制需要特别的时间吗 十几分钟吧 就可以了 就我们准备其他原料 其实它也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其他原料我们还要处理一些什么呢 首先有蒜 大蒜 切成这种小碎 切成末 好 现在咱开始做那个紫菜 好 处理一下这个紫菜 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托朋友买到的 他是说他当地人是第一水的紫菜 很难买得到 就是每一年第一季的紫菜 对 我每一次都会备好多 放来差不多够吃一年的 其实在市场上也可以买得到 你可以去问一问师傅 你说我要 我要那种就是今年第一季的紫菜 他就会拿给你 价格也会稍微偏高一点 李秀是为了他儿子 他觉得贵一点也没关系 只要是宝宝能吃到健康的东西 都可以 他含有那个大量的铁 还有钙 其实还有鲜 最新的这个调查是说 紫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胆碱的物质 其实就是那种小婴儿 先配方奶粉当中 都会加这个胆碱 大家会觉得 非常好 就它有建脑的作用 所以紫菜可以给小朋友们多吃一些 好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 是不是就要开火了 对 最后一个炒锅 放一点点油